好汗喔 大家好 我是小哈 今天呢 我買了3款的冷凍芝麻包來評估 先來看看我買哪3款的芝麻包 第一款是啟美的芝麻包 裡面是10顆裝 價格是69元 第二款是義美的芝麻包 裡面是6顆裝 價格是42元 第三款是大潤發牌的芝麻包 裡面是10顆裝 價格是49元 三款芝麻包子都已經蒸熟囉 那三款的外觀呢 有稍稍的不一樣 這款光華的就是奇美 這一款是義美的 然後這一款呢 是大潤發牌的 那重點就是他們三款的口味如何 馬上就來吃吃看囉 吃之前先給大家看看中間長什麼樣子 第一款就是奇美的 喔 它線還蠻多的耶 來 給你們看看中間 那 來吃囉 我們來看看第二款的義美芝麻包 中間長什麼樣子 喔 欸 它比較凝固耶 不像剛剛奇美有點要流出來流出來的感覺 有一點小差別喔 那現在一樣來吃吃看囉 現在第三款 然後就是 納潤發牌的 一樣來看看它的中間 喔 有沒有看到 它剛好藉在 奇美跟義美的中間 它的芝麻餡 那一樣來吃吃看囉 那三款都吃完了 那從這一邊在抖動的就是奇美 中間呢就是義美 那這一塊呢就是大潤發 三款都是芝麻包 但我先從外皮來講 三款的外皮呢 奇美的外皮最Q了 再來呢就是大潤發的 那義美的我覺得有點偏硬了點 那內餡來說呢 奇美的我覺得偏甜 大潤發的呢我覺得甜度適中 再來就是餡料的口感 奇美的餡料是濕潤的 然後義美的餡料 芝麻餡呢我覺得偏乾 那大潤發的餡料呢 我覺得是適中的 不會太乾也不會太濕潤 三款呢如果要我來推薦 如果你喜歡吃外皮Q一點的 我會推薦奇美 如果你喜歡吃口感適中的 我會推薦大潤發 以上呢就是三款芝麻包的評比 而且全數的人也適合吃喔 喜歡的話都可以去購買看一看 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跟動輯分享按讚 掰掰